除了妈妈不停地给我加菜,让我多吃一点。 我发现自己越长大了,反而越不会肉麻了, 越不会去说一些话让父母开心。 就比如告诉妈妈一声, 就算我吃遍了全天下的美食,也比不上妈妈做的菜。 事实上我心里也是这样认为的。 灯酒过了三巡,爸爸的话多了起来, 却都是天南地北的扯淡, 没有提起过我几乎没有消息的一年, 更没有痛骂我,几乎连手机都不开。 我很紧张,微微诺诺地听着, 我想多陪陪她们, 却在此刻很害怕陪着她。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胆怯心灵, 我自己都不明白。 这时候爸爸忽然放下了酒杯, 很认真地望着我。 三娃儿啊, 你以为你妈, 你老汉儿, 是很想要个孙子, 对头吧? 我一下愣了, 这话什么意思? 喂,喂,喂, 我说老汉儿, 这三娃儿才回来, 我们不是说好不骂她, 不烦她的吗? 你是不是喝了一点酒, 又开始了? 这我妈一扔筷子表现得比我爸还厉害, 说好不骂我, 不烦我。 我端起了酒杯, 一下子心酸地发疼, 爸, 妈, 却不想我爸却说的, 不得行啊, 我要说, 我今天就是想告诉儿子, 其实我们两个是想抱孙子, 但那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都怕, 以后我们不在了, 三娃儿老了, 一个人孤独终老, 这身边也没一个伴儿, 如果是那样, 我们才是到死都闭不上眼睛。 我一口灌下了杯子里的酒, 然后连声地咳嗽了起来, 听着爸爸的话, 我想流泪, 可是我已经长大了, 一个男人怎么好在哭啊, 情愿是假装被咳出的眼泪吧。 我妈连忙走过来, 帮我拍着背, 柔声地说道, 三娃儿啊, 你爸呢, 说的是真话, 哪怕你八十岁了, 你也是我们的儿子, 我们再一天, 就没得办法不担心你一天。 卢学走了, 你难过, 我和你老孩跟着一起难过, 难过得不比你少啊, 原本啊, 我们都认命了, 你们要不结婚, 这以后老了呢, 有个互相扶持的伴, 也好。 哎呀, 这世界上的事情, 咋说得清楚呢? 我们是怕你想不开啊。 我没有答话, 只是捂着嘴, 假装还在咳嗽, 双眼通红, 这咳得喘不过气啊, 所以泪水就流过了手背。 我在家住了一个星期, 就是单纯地陪着爸妈。 有些话长大了, 不好意思说出口, 可是在我要走的前一天, 还是告诉了爸妈。 爸, 妈, 以后我去哪儿, 不管是哪里吧, 哪怕是天上地下, 我出发之前都会告诉你们。 只要能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一定打。 以后我再也不做什么消失的事情了。 说这段话的时候, 我很是认真。 我妈一听我这样说, 当场就开始抹了抹眼睛, 然后她紧紧地搂着我。 至于我爸, 愣了很久, 半晌才说道, 好, 好, 就是要这样啊。 其实是我该感谢父母的, 不论我在外面受到了什么伤, 经历了什么痛, 回到了他们身边, 他们总是用爱来包容我。 就算他们不能抹平我的伤口, 不能止住我的疼痛, 可是有他们在, 我就还有温暖。 是我该珍惜他们, 从董事那一刻开始, 就要一直地珍惜。 飞机飞过了天津, 我很安心。 我有父母, 有家, 这就有根。 等到了天津, 我第一时间就马不停蹄地去找刘师傅, 解决了他女儿的事情以后, 刘师傅就没有住在那个小楼里。 我也不知道他具体住在哪儿, 唯一的线索就是沁怀给我的一个号码。 他说那是刘师傅新住址的电话, 其余的, 沁怀好像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 没有过多的评论什么。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是刘师傅接的电话, 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难听, 只是对比起来, 显得更加的苍老了。 刘师傅吗? 我成衣啊, 我到天津了, 想来看看你, 方便吗? 刘师傅的性格多少还是有些怪异的, 他不见得就愿意我去看他, 所以我在电话里才问得小心一页。 那边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道, 来吧, 一个人, 要怪寂寞的。 刘师傅回答的比我想象中的要爽快, 但是我却忍不住的差异, 为什么是一个人? 她的女儿不是已经借用逆天之术完全地恢复了吗? 这样想着, 这样想着我还是招了一辆出租车, 报了刘师傅给我的地址, 朝那边赶了过去。 等到了地方, 我有些震惊了, 我没想到刘师傅会住在这样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太偏僻, 太简陋了吗? 显然不是, 恰恰相反, 这个地方是这里的富人区, 刘师傅所住的地方竟然是别墅。 想起他以前住的那栋简单的小楼, 产生了对比, 所以才让我震惊。 我按照刘师傅所给的地址, 找到了刘师傅所在的别墅。 按了半天门铃, 却不见有人来开门。 我索性点了一支烟, 耐心地等待着, 直到一支烟都抽了快一半了, 这才听见门打开的声音。 站在门前的不是刘师傅, 又是谁啊? 以前我见他几乎都是在那栋昏暗的, 大白天都要开灯的小楼里。 几乎从来没有见过在阳光下的刘师傅。 抖然间这样看见, 我忍不住待了一下。 比起一年多以前, 他更加的苍朗, 全白的头发没有几根了, 长长的, 支冷着, 很乱的样子, 也更瘦了, 几乎是皮包骨头。 而脸上的皱纹就跟干涸的土地一样形成了深深的沟壳, 比我以前觉得风干的橘子更加的夸张。 我以为听他的声音显得更加老了是我的错觉。 没想到见到人以后才清楚这一切原本并不是我的错觉。 怎么会这样? 从我师傅带我第一次见他, 到一年多以前, 他还在不时地为女儿续命, 我都觉得他没有多大的变化。 到了如今女儿终于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他反而…… 我就站在门边, 眉头微皱地沉思上。 刘师傅这时候就开口了。 我进来啊。 哦, 进来。 我赶紧点了点头, 然后进了门。 门内是一间异常豪华的大厅, 处处地都透着奢靡的色彩。 我不太懂所谓的家具摆设, 可是那种奢侈的意味, 就算不懂这些也可以感觉得出来。 可我在乎的不是这个。 我看见的只是刘师傅一步一挪地走着, 每一步可能只能跨越二十厘米左右的距离, 而且相当地不稳, 就如在狂风中的小树, 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 怪不得等了那么久才开门。 他就是这样挪着出来给我开门的。 这样想着, 我赶紧上前走了两路, 扶着刘师傅问他, 去哪儿啊? 这个问题不傻, 毕竟这是三楼的别墅, 刘师傅要带我去哪个房间,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三楼, 我的书房和卧室都在那儿。 没有拒绝我的颤护, 刘师傅很直接地跟我说道, 我吃惊了。 三楼? 同时心里还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怒火, 所以也没忍住, 就直接问了刘师傅。 不是, 你行动这么不方便, 为什么要住三楼啊? 楼下不是有房间吗? 刘师傅看了我一眼, 眼神里竟然有一丝哀声, 但更多的是责怪。 好像我不应该多事一样。 他没说话, 我就这样看了一眼, 也善善地不好再问了, 只能是沉默着, 几乎是半爆地 把刘师傅就弄上了三楼。 三楼依然保留着刘师傅的书房, 进去以后, 发现除了地面和墙干净的线, 几乎和从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刘师傅让我扶着他到老位子坐下, 然后我就坐到了他的对面。 家里没人, 我就不给你泡茶了。 说这话的时候, 刘师傅舔了挺嘴唇, 其实我不是非要喝茶不渴, 可是我觉得是他想要喝茶的。 于是我就站起来问道, 那茶叶和杯子在哪儿啊? 我来泡吧, 正好渴了, 自己动手分一足十倍。 刘师傅感激地看了我的一眼, 但还是没说话, 一切就尽在不言中吧。 我的心中生疼起几番悲凉的感觉。 刘师傅不说, 不代表我没有感觉, 可是这种事我又怎么好多说呢? 他到底是个有些要强的人, 否则也不会带着随时都会死的女儿, 而一个人靠自己撑了那么几十年。 他感激我, 无非就是我借着口渴, 没有说破他想喝茶, 都没有办法地尴尬。 阳光照射在屋子里, 照着热茶生腾的蒸汽, 整个房间茶香浓。 我开口想说话, 却发现想说什么都不合适, 只能和刘师傅就这样静坐无言地待在房间里。 刘师傅的手, 有些颤抖地端起了茶杯, 喝了一口茶, 发出了满足的叹息声。 她的眼睛半眯着, 盯着窗外的阳光, 她忽然开口说道, 在以前呢, 我是讨厌着太阳光的, 因为小南见不得阳光, 连带着我也讨厌了。 小南? 是我女儿的小名, 这么些年呢, 叫习惯了, 改不了口了。 刘师傅是半靠在椅背上, 闭着眼睛说道, 我没有开口, 静待着刘师傅的下巴。 小南住够了那栋小楼, 说以前呢, 没有过过好的生活, 所以想要住最好最好的地方。 我们搬了两次家, 索性就拿出大半的积蓄, 买下了这里的房子。 只是住了两年而已, 这, 我有些发愣, 可是别人的钱要怎么花, 显然我是没有发言权的。 刘师傅好像很寂寞的样子, 和以前少言寡语的她,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她又继续说道, 搬来了这里, 也是不错的。 至少我发现了晒太阳的好处, 以前不喜欢, 现在觉得晒得暖洋洋的, 也很是不错嘛。 那就多晒晒吧。 我站起来彻底地拉开了窗帘, 一时间这房间里变得阳光灿烂。 这时候刘师傅悠悠地开口说道, 沈兴是个好姑娘。 正在窗前的我身子僵了一下, 然后强小着开口说道,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刘师傅, 你的茶不错。 我刻意地转换着话题, 可是刘师傅只是自顾自地说道, 乃姑娘好, 我帮她一次, 她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喜心得很, 还帮着照顾小男, 平日里呢, 就安安静静地看书。 是个好姑娘啊。 刘师傅的声音有些落寞, 我却强小都笑不出来了。 时间呢, 有因果。 就一定有报应。 留不住的, 何必强留? 就算强留下来, 也变了味儿。 还不如小时候, 可可爱爱地站在那儿, 脆生生地喊爸爸, 彼此都好。 我留下最好的回忆。 她不用承受那么多年的折磨, 可是就算这样想, 我还是舍不得她死。 舍不得。 刘师傅自言自言自语的声音回荡在很大的书房里, 我却只能假装没有听懂。 这时候, 这时候她突然睁开了眼睛。 这时候她突然睁开了眼睛。 诚意, 过来坐吧, 陪我说会儿话。 是要出发, 去找鹏来了吗? 我连忙坐过去, 说了一下大概的安排。 这时候, 刘师傅突然扭头看着窗外, 对我说道, 能不能晚一些时候再彻底的出发? 我想身后事让你来办。 没有多久了。 身后事没有多久了? 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陡然一击, 然后心里就弥漫着一种难言的悲凉与悲伤。 其实论起关系, 我和刘师傅算不上多亲密。 我们总共见面也没有多少次。 可我此时的悲伤算什么? 又一个和我还有师傅有关的人要去了吗? 还是不思不绝中, 我对刘师傅也有了一定的感情感。 我不想去思考这个问题, 只是承认心里面是不舒服的。 有一句话,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他女儿是有寿命限制的, 也就两年而已。 其实刘师傅不必两年就非要怎么样的, 尽管他曾经给我说过, 会带着女儿一起走。 想到这些我反而愈加的沉默, 不舍与疑问都没有办法说出, 更不能说好的, 因为面对的是生死。 仿佛是预料到我的态度, 刘师傅并不在意我此刻的沉默, 他只是说道, 我这身体啊, 也算是尤锦灯枯了。 再一次施术, 就算不和我女儿一起走, 也绝对是活不了几天了。 还不如一起走了, 横圈路上有个伴, 诚意啊, 用不了多久的时间, 如果不是你给关来地回魂, 我是不放心哪。 刘师傅, 给关来地回魂是我应承您的事情, 就算拖延一下出发的时间也没关系, 再说了, 我们原本就决定春末夏初出发, 这时间也还合适的。 不错, 不错, 到时候, 我希望你提前一个月, 来我这儿, 我还有。 这刘师傅神情郑重, 显然这话也很关键, 我也在认真听着, 为什么要提前一个月? 却不想在这时候, 从楼下传来了一个尖锐的声音, 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老东西, 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你不要再和我说, 这事情和你没关系啊。 不是老东西, 你这什么心理啊? 你是不是这一辈子就赖上老娘了? 说好听点啊, 叫心疼女儿, 说不好听点, 你是不是有恋女屁啊? 你可真的是…… 这个声音我一听就是过来听, 我流真梦的声音。 这话骂得难听到什么程度, 我已经不想去形容。 我看见了刘师傅的眼神里, 流露出一丝胆怯, 脸上也堆砌起苦笑, 一副今生不敢多说的样子。 就是独独没有生气。 我早已经过了热血的年纪, 若非必要一般性的事件, 我已经可以无视, 但在此时却不知道为什么, 胸中生疼的那股怒火, 压也压不下去。 恋女屁? 这话是一个女儿该对父亲说出的话吗? 一个愿意为你两年的寿命, 而背负实事因果的父亲的话吗? 所以我也没看刘师傅的表情, 几大步就跨出了房间, 站在了楼梦上, 对着在楼下还在叫嚣的刘真梦, 声音低沉地喊了一句, 给你爸爸道歉! 我屁! 这留着梦想也不想就开口拒绝了, 后来反应过来不对劲了, 这才愣了一下, 住了口, 发现是我站在楼上正望着的。 他看着我, 换了一副笑脸, 我却有些变, 原来的棺来地, 清秀而朴实, 如今换上了应该是很贵的衣服包裹的身体, 还化了妆了, 可我怎么看, 怎么没有以前顺眼了? 或许是我不懂欣赏。 刘真梦笑了几声, 然后开口对我说道, 我知道你, 认得你, 我现在能好好的还得感谢你呢, 怎么有空来这儿了, 你看我, 都没好好的对你说过一声谢谢, 在家里啊, 什么都没有, 不如我请你出去吃饭吧, 算是谢谢。 我有些错误, 我和他很熟嘛, 开口就要请我出去吃饭, 然后把刘师傅一个人丢在家。 他是我的小友, 不是和你胡互的那些男人, 他就不跟你出去吃饭了。 我抖人一回头, 发现刘师傅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了我们身后。 他那嘶哑难听的声音之下, 有一股怎么也掩饰不住的疲惫。 刘真梦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堪, 张口就骂道, 老东西, 你说谁胡混了, 什么胡混的男人呢, 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了, 你这个老, 你最好别说了,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了。 我能猜到他下一句要说说, 我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然后忍不住开口打断了刘真梦。 刘师傅在旁边有些软弱的拉住了我的手臂, 而我决定不去领会, 难道剩下的小半年也让他过这种日子吗? 虽然他什么也没说, 但是我大概能猜测得到。 面对我这样说, 刘真梦没有发火, 反倒是换上了一副笑脸, 仿佛很期待我的命运。 看他样子是准备上楼了, 我却说道, 你不用上来了, 就站在那儿听着吧, 又不是听不见。 那, 那你说, 刘真梦的脸色变了变, 仿佛我不准他上楼来靠近一些, 伤了他自尊了。 可惜我原本也不在乎这个曾经我同情过的女孩子的自尊。 不笑的人, 是我最痛恨的。 我和你爸爸交情很深, 看他日子那么难过我心里不舒服。 原本我有个秘密, 一直觉得丢人, 不肯说, 现在告诉你也无妨, 那就是我很能打, 而且要是我忍不住了, 我管他是男人女人, 我都会动手的。 你说这算不算秘密? 我是很认真地对刘真梦说的。 你,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刘真梦的眼中出现了一丝记忆, 但是刘师傅在, 仿佛又给足了他的感情, 他开口质问了我。 没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秘密而已。 我不想想死来, 看见你爸爸在家哭唆着, 没有人照我, 连想喝杯茶都办不到。 刘师傅在我身边叹息了一声, 终究还是带着责备的语气叫了我一声, 诚意。 我闭口不言了, 但不代表这样我心里就舒服。 刘真梦看着刘师傅这次的态度, 也不是要护着他,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 他突然哼了一声, 抓起他的手提包, 就冲出了家门。 刘师傅倚着栏杆疲惫地说道, 唉, 让你看笑话了。 我没有答话, 只是沉默了一阵子, 对刘师傅说道, 你没吃饭的吧, 我去买点吃的, 买点酒, 咱俩喝点, 我陪你说说话。 好, 好, 好。 刘师傅是盲不迭地答应, 此刻他哪里还像一个充满了神秘, 在天津圈子里人人畏惧, 敬重的山子脉传人呢? 他只像是一个普通的寂寞的老人。 就在刘师傅的书房里, 我们面前摆着许多的菜, 竟被刘师傅吃了大半。 唉, 我是没想到, 小嫩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 诚意啊, 我心里苦啊。 这一个下午我们都在谈听书里, 说一些修着圈子里的趣事, 没想到到了西洋西夏之时, 或者是酒够了, 或许是心里的苦再也关不住了。 刘师傅竟然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没有说话, 又开了一瓶二锅头, 看着刘师傅, 刘师傅一嘀声地说道, 道上道上道上该我道上, 人生难得几回醉, 这怕是我最好一次醉了。 我一言把酒给刘师傅道上, 在道酒的过程中, 我轻声地对刘师傅说道, 什么叫最后一次醉了, 过些日子, 你不是叫我过来吗, 我天天陪你喝。 那不能喝, 那一个月时间呢, 是我要传道筒给你呢, 哪能喝酒啊。 刘师傅眯着一双醉眼看着我, 刘师傅要把他的道筒传入我。 我愣了一下, 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对刘师傅说道, 刘师傅, 我怕是不能跟你学那个, 贪多交不赖,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没想到刘师傅一下子火了, 拍着桌子说道, 你是看不起我还是咋的啊, 难道你就生生地看着我这本手艺, 断了传承, 我还有脸去见我的祖宗吗? 没, 真没有。 我认真地对刘师傅说道, 然后稍微思考了一下, 如果你不嫌弃, 我可以推荐一个人给你, 这小子在智气方面一定会有天才的, 因为他之前算得上是镇法大师了, 而且是年轻一辈中的镇法大师。 这智气法阵的确很重要, 毕竟很多东西要起作用, 主要就是要转刻阵法。 你介绍的人, 人凭我信得过, 就如你和你师傅, 人凭我都信得过, 那到时候带来我看看吧。 刘师傅抿了一口酒, 竟然非常直爽地就答应了。 我能理解他这一份直爽, 到了这个时候, 生命所剩无几, 这一份道统能传下去就已经是幸福, 何况还有一个有天分, 人品又靠得住的年轻后尚来成这份道统。 刘师傅没有拒绝的理由。 仿佛说好了这个, 也就放下了刘师傅的一大桩心事。 他痛痛快快地又喝了一大口酒, 对我说道, 成爷, 你不要怪真吗? 其实, 我对他终究是恨不起来的, 都是怪我呀, 再好的孩子, 这么长时间地躺在床上, 还要承受着身体的痛苦, 看着自己腐烂, 心里都会扭曲的。 是我, 怪我, 我凭什么能对他生气呀? 我不说话, 只是陪着刘师傅喝着, 如果这样想, 他能好受一点, 那就让他这样想吧。 哪一对父母不都是如此吗? 就算自己的孩子千错万错,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们难道心里就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找理由吗? 父爱, 母爱, 那是割不断的, 最有韧性的爱, 至死也不会消亡。 既然是这样, 又为何不找个理由让自己好过一些呢? 有些事情, 有些爱, 你谈不了原则。 即便是那个承载着你爱的人, 被全世界所唾弃, 你也没办法不爱他。 我是第二天上午才离开的刘师傅家, 刘真梦就和我预料一样, 到我离开, 他都没有回家。 昨天我和刘师傅一直交谈到深夜, 才各自的睡觉。 因为酒醉, 刘师傅说了很多, 我都记得。 记得他说常常一个人在屋子里记吗? 记得他说他一个人弄顿简单的吃的, 都要花一个多小时。 这还是在屋子里有东西可吃的情况下。 他也说刘真梦偶尔会给他带点吃的回来。 他还告诉我, 其实他偷偷放了一个阴魂, 跟在刘真梦的左右。 诚意啊, 我是没办法。 这孩子从我给的续命开始, 就是电视陪着, 没怎么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他没有朋友, 刚没有爱情, 所以他很喜欢接触男孩子。 诚意啊, 你能理解吗? 可是我害怕雷迪的身体被他糟蹋了, 然后我…… 刘师傅终究没有说下去, 但是我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就够了我, 他的父爱到底还是没有超越底线和善良, 他知道, 不能让自己女儿的欲望糟蹋了关雷的女人。 我走得不是那么潇洒, 也潇洒不起来。 所以就到附近的菜市场, 给刘师傅买了一大堆吃的, 放在了冰箱里, 更不嫌累地搬了一个冰箱, 到刘师傅所在的三楼, 在里面堆满了方便食品。 我原本还想去保姆市场, 请个保姆什么的, 来照顾刘师傅。 可惜被刘师傅给拒绝了, 他说不想有人参与他和女儿的生活。 说这话的时候, 刘师傅的表情苦涩, 或许有什么难言之言。 可我, 却不想去猜测。 有些事情知道了, 无力改变, 还不如不知道。 在离开的时候, 刘师傅送我一路到了小区的门口, 他不在意周围指指点点的目光, 毕竟他老得太吓人了, 可是他还是执意地送了我那么远。 在我要上车的时候, 刘师傅小声地对我说了一句, 如果真吗? 有你一半那么孝顺, 我哪怕背负百事的因果, 要如何? 我一愣, 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对刘师傅笑了笑, 然后让他回去, 自己上了车。 或许在刘师傅的梦里, 想要强留的只是很多年以前, 那个脆声声叫着爸爸的留着梦吧, 只可惜终究是强留的。 到了北京, 我没有让任何人来接我, 只是自己打车静止去了成青哥的家。 那位成青哥那么爱清静的一个人, 如今家里可是热闹的家, 成青哥, 成真, 成月, 如月, 慧根, 连沁淮都来操热闹, 所以一进门, 我看见的就是成青哥的苦瓜里, 一副不堪忍受, 却又不得不忍受的表情。 没有多余的废话, 难得我们几个师兄妹聚集了, 当然第一件事, 就是要一起看那张收藏已久的影影, 沁淮这小子倒也会来事儿, 在这种时候主动地避开了, 不是他不好奇, 而是这种牵扯漩涡太深的事, 又是我们失门的事, 以他的身份的确不好知道太多。 随着影蝶的放映, 房间开始安静地下来, 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观看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很快影蝶就播放完上一次我看过的内容, 到这里的时候, 影蝶出现了短暂的黑暗, 接着有画面的镜头出现的时候, 地点已经在另外一个地点上了, 是在一艘船上, 镜头有些摇摇晃晃的不闻, 然后我们听见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这其中我特别分明地听见了师父的声音, 但具体在说什么声音开得再大也听不清楚, 除非是用专业设备, 我们没有那个, 但姜依有吧? 我点上一支烟, 皱着眉头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这个, 仿佛只是本能地想到了, 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吧? 姜依既然如此坦白地把影蝶交给我, 那至少说明他没有看出了什么。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镜头已经开始慢慢地转开了, 开始拍摄周围的景象, 这是一段陌生的声音, 周围是不知名的低矮群山, 清清绿绿地看起来很美, 我们都仔细地盯着这个地方, 但就凭这几个镜头, 根本就认不出来这是哪儿, 记忆里也没有什么地方和这里重合, 包括从小跟着王师叔走南闯北的城镇, 都是一脸的茫然, 看来光凭影蝶就判断师父他们的足迹, 根本就是不现实的。 拍摄了一小会儿风景了, 又一次是师父站到了镜头面前, 这一次没有和惠大爷的打闹, 师父就是那么平静地站在了镜头的面前,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觉得站在镜头面前的师父虽然一脸平静, 故作轻松, 实际上有着掩饰不住的疲态, 我双眼紧紧地盯着镜头, 发现师父的头发还有些湿漉漉的感觉, 衣服却很干爽, 干净的样子, 看着像采洗过澡一般,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啊, 我看着周围的江面, 有一种师父下过水的感觉, 特意, 这里的风景也不错, 特意拍摄来给你们看看, 师父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样对我说的, 接着他背着双手慢悠悠地夺步到了船舰边上, 镜头也就那么晃晃悠悠地跟着他, 师父望着江面似乎在自言自语, 又似乎是在对我说话, 诚意, 离开你也有段日子了, 最近老想起和你小子在竹林小住的日子, 这一句话原本让我有些伤感, 可是下一句话, 师父的话风就一转莫名其妙地说道, 那可真是一段备受折磨的日子啊, 我一下愣住了, 备受折磨的日子, 而我师兄妹们同时转头看着我, 连同如月也是, 那目光中尽是问询的味道, 弄得我脸一红, 恼羞成怒地说道, 看啥看, 好好看眼睛, 我哪知道这四老头为啥会这么说, 只要看着师父, 我不由自主地就会用上和他对话的语气来说话, 连死老头这种用词也不自觉地就用上了, 我甚至还有我屁股马上就会被踢一脚的错觉, 可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 师父还只是在电视里边说着话, 知道为什么吗? 和你住在一起, 就只能吃你小子做的饭, 你完全就没有掌握做饭的精髓, 做牛肉一定要配上香菜, 做鱼呢, 就一定要有芹菜叶子提味, 你小子做的是什么呀? 牛肉就是牛肉, 鱼是鱼, 你为啥就不能把鱼肉和鱼, 干脆就扔水里边白煮了好, 你折磨死我了你, 师父说到最后仿佛是有一些激动, 几乎是跳着脚在控诉着我的罪行, 旁边还有慧大爷的旁白, 我就说了, 吃素好, 吃素好, 吃啥是啥, 吃肉可真麻烦了, 就像我吃个鸡蛋, 也不用那个啥东西来陪着吃不吃, 我是哭笑不得, 脸上是一枝青一枝白, 我是这样的做菜的吗? 是这样的吗? 师父为啥要在影碟里边和我说这个? 他这番话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效果, 就比如正在喝茶的成青哥, 噗的一声就喷了出来, 正在吃零食的成真呢, 一下子就被噎到了, 连声地咳嗽起来, 然后每个人都神色怪异地望着我, 嗯, 做牛肉不放香菜的小子, 但是下一刻师父好像就平静了, 自顾自地说道, 做菜看人, 所以我要教育你小子的就是, 一件事情就好比是做牛肉, 不是有牛肉就行了, 各种细致末诀的配合, 才能做出好吃的牛肉, 你小子懂了吗? 如果你不懂, 你就是把牛肉煮熟了而已, 味道也就事与愿违了。 说完师父好像很生气的样, 气哼哼地转身走了, 而我却眉头一皱, 好像抓住了点什么, 又没有抓住的样子, 可我至少明白了一件事, 可我至少明白了一件事情, 师父说这话一定是有他的用意的。 接下来镜头一转, 再一次出现的竟然是成心哥的师父, 陈师叔。 成心哥也一下子就激动, 在镜头前的陈师叔仿佛也有着掩藏不住的疲惫。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她的头发也有些湿漉漉的, 这是她暗示着什么? 到此时我几乎也可以肯定了, 这一盘影蝶绝对不简单。 站在镜头前的陈师叔比我师父要温文尔雅多了。 她看着镜头的目光是多温和和慈爱, 就如同成心哥站在她面前一样。 她开稿说道,